目前为止 我认为和朵莉亚最适配的射手一定是皇中 来看这波 双眼区配合辅助过莱雅塔 鲁班来了 先A到残血 然后走到防御塔边缘再开大招 把对面的位置卡死 对面想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冰雪来了 对面肯定会来抓塔 然后出其不意再次开大 直接就是一波塔会参查 理论上来说 朵莉亚最搭配的射手一定是马可 格雅来需要这种 大招拥有较强收割能力的英雄 但事实上 马可想要拖到两个大招毁天灭地 至少要拖到破晓成形 而对输出环境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前期如果你真上面打满 马可两个大招转下去 那真就成了小丑旋转了 另外由于这英雄的大招低低过场 一整局发挥的空间非常有限 而黄中就不同了 不仅大招低低更快 而且输出更加稳定 只要地人在我们的大招范围内 都是我们打的对象 这边带走鲁班 接着辅助刷新大招 弱化一开边走边A 不给阿克背死的机会 带走阿克原地驾炮 两个大招直接给对面都呼啥 黄中搭配朵雷亚有三大好处 第一不需要任何套路 一个原地开大 一个原地刷大 输出全靠对面走位 如果对面想不开硬要送 那我们也没什么办法 第二扛风险能力极高 黄中驾炮期间可以增加双抗 再加上弱化和仓权的减伤 对面不连五个 根本抓不死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后期黄中大招只需要七八秒 加上驾炮输出的几秒时间 这俩配合 后期可以做到无限驾炮 无限刷的 这里是两人的详细出装和名文 感兴趣的同学自行截头保存 而这个组合最好两人都带上弱化 这样可以极大地提升黄中的存活率 但要注意弱化效果不会叠加 一定要分开使用 作为一小截头 项羽来热后了 先假装撤退刷新大招 然后转身回头直接驾炮 配合项羽形成两面包加姿势 本来黄中压塔能力就很强 现在又做了个无限刷新大招 压塔效果直接翻倍 打起来了 先拉扯一下 等辅助刷新大招 转身回头直接压炮 弱化一开 不动完全打不动 曹操一度以为自己的刀生锈了 这波如果辅助手里也要捉坏的话 甚至可以败杀不动 试问哪个射手配合夺利亚 能打出这么强的压制力 大招用完就刷新 刷完大招就开打 你告诉我 对面拿什么打 打不了完全打不了 一塔拆完拆二塔 二塔拆完上包地 两个人直接就是一路行推 这边面对队友的好心提醒 鸟个内心不但毫无波澜 甚至还有点兴奋 先把打几干好 然后转身回头原地下炮 表面上看是我被包围了 其实是我包围了对面包围我的包围 俗称反包围 大招好了继续压炮 待在一个位置上一动不动 既把团开了又把团开了 最后又打了队友一波团灭 我现在严重买一刻画 在制作索利亚的时候 有没有考虑黄中进来的 说出53.7% 伤害转化比1.8 朵莉亚搭配黄中就是白本来 颜色会转发挥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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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 谢谢大家